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何看待這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美國前中英軍長Gaits 他接受了訪問 他談到了普丁這個人 也談到了目前烏克蘭人民如此激烈的反抗 他覺得他完全是錯過了 普丁完全是錯過了情勢 他也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包括俄羅斯時代的一個結束 也包括西方的團結 而某一個程度來說 他認為最終整個烏克蘭人民 正在向世人展現一個開放社會的共同價值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帶頭反省美軍的阿富汗戰略 在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 職責戰爭中作為國防部長的回憶一書中 還高調批評時任副總統拜登 過去40年幾乎所有主導的外交政策 和國家安全議題都犯下大錯 身為長期研究蘇聯及俄羅斯的 美國防情報高層 他速度形容普丁是一個冷血殺手 但善於算計充滿理性的普丁 卻在這一次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 一反常態 他有一個重點的創作人 他在這個歷史上是一個重點的 創作人的一種重點 他在這首次對決定的 一種重點的創作人 一種重點創作人的 一種重點創作人的 其他重點創作人的 尤其他重點創作人的 一種反省的反省 不只從 NATO而成立的 但是從一些那些 盖茲在開戰後接受CNA主持人 同時也是華郵專欄作家 扎卡利亞專訪 罕見肯定總統拜登的冷靜克制 認為華府不要直接介入 俄乌戰爭是一項明智的決策 同一時間 美國向歐洲增派部隊 更形同對東歐及布羅地海國家 發出明確信號 就在外界以為 這是一個西方走向衰落的新時代 普林的誤判 不止已經讓德國決定跨越 2%的國防預算障礙 一個在法國總統馬克宏口中惱死 外界眼中早已分封離析的北約 也正因為這場戰爭意外團結了起來 他認為他會分裂 NATO 那 NATO是跌倒 他給了 NATO 一個新意義的意義 一個新意義 它是增加了它的軍力 他想要押忍 NATO 離開到俄羅斯的環境 蓋茨說我們必須深切提振 後冷戰時期已經結束 當下的美國及其盟友 正面對兩個超級強大的對手 一個在歐洲 一個在亞洲 這樣的國際環境 遠比過去30年要危險得多 光是制定印太戰略 轉向中國並不足夠 還得審慎思考 該如何與一個充滿敵意的 俄羅斯大交道 我認為俄羅斯大交道會 成功的問題 在俄羅斯大交道 我們只能希望是 俄羅斯大交道會 在俄羅斯大交道會 成功的價值 在俄羅斯大交道會 在俄羅斯大交道和阿富汗 偉大不掉的戰爭 並歷經西方金融與民主危機之後 普丁所帶領帝國俄羅斯的回歸 無疑是當代最具破壞性的力量 因為俄羅斯大交道會 更有特色的力量 將會在俄羅斯大交道會 正式分析 在俄羅斯大交道會 über日子大交道會 在俄羅斯大交道會 黨中和非洲大交道會 並並且孤大交道會 成功的主要 普派 但下朝海的不可 從 ее便宜 從大跟阿太 大約 近平 は Stelle 共同 大約 風格 絕考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open market-based economics Putin's reaction is a bloody, brutal effort to stem this tide of democratization He is watched with horror as the movements swept across Ukraine, Georgia and even by 2020 into Belarus which experienced the largest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hat country's brief history They were of course savagely repressed with help from Russia and now Putin has one more country in which he can maintain control 只要害怕和力量 纽识专栏作家David Brooks 曾经用黑暗事迹来形容 21世纪历史正逐渐走向野蛮 不只俄罗斯有威权强人 威胁要入侵邻国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也正对其境内人民 进行种族灭绝并威胁台湾 网络攻击破坏了世界秩序 民主价值在全球范围内 也先后被残暴的民粹主义者 从内部进行破坏 感谢这场乌克兰战争 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国际秩序 愿意捍卫者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多 当各国的民族主义 与民粹声望被喊得正天嘎响 乌克兰人民正在向世人展现 台湾社会及其价值值得奋斗 甚至未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